猴子在婴儿车上东翻西找 另一只猴子拿着食物大快躲移 三只猴子霸占住婴儿推车 民众完全不敢接近 紧接着其中一只猴子 叼着掉在地上的橘色包包 快速跑离现场 民众带着孩子到高雄寿山动物园出游 却遇上猴子打劫 实际回到动物园 家人潮满满 类似场面又再度出现 保护妹妹就好了 众说的猴子紧紧跟着婴儿车 爸爸连忙把女儿抱出车外 以免发生意外 猴子抢了一包饼干之后 心满意足离开 猴子拿着战利品坐在围地上拆开享用 工作人员高举食物不外露 猴子不抢食的牌子 提醒游客注意手中食物 抢东西这种东西是随机型的 民众就是进到中物园来的时候 务必一定要把一些小的包包 或者是说一些食物都不要外露 推车尽量不要离生 上面也不要挂太多 跟食物有关或塑胶袋类的东西 原方为了防止猴子抢食 提供防抢漱口背包的租借服务 但是猴子防不胜防 民众还是要避免露出食物或者是塑胶袋 才能免除食物被猴子劫走的命运 华尔新闻苏一婷 聆听杨许文男高雄报导 你好我是宋燕明 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紧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